为了招呼新竹市的棒球球迷 新竹市政府教育处长杨传联 日前特别拜会职棒球团 欢迎他们到新竹比赛 成功让今年中华职棒 在新竹市安排了更多场次 足足有15场之多 是除了新北市新庄球场 桃园清浦球场与台中州 季棒球场以外 举办职棒比赛最多的球场 关于这一次我们就是率队去 中信的球团 实在是因为第一个 就是在各个县市当中 拥有这样的一个棒球场 在这个在地的部分 其实为数不多 尤其是我们的棒球场 其实大概有40年的一个历史 不过因为每一场在办理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新竹市 不管是从年龄的分布上面 我想都有一个广大的市场 怎么样充分运用在地的这个球场 然后能带给我们球迷更大的一个希望 我想是这一次我们在市府 在争取这次赛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 然后当然我们也带回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也带去了我们全体新竹市 还有市府这边团队的一个新生 为了争取中华职棒的赛事 新竹市府编列预算 进行相关的球场整修与维护 希望提高中正棒球场的球场品质 增加球团比赛的意愿 针对这一次赛事增加 我们分别在厕所的部分 还有无障碍空间 还有拉拉队的一个舞台上面 也相对跟中央争取了部分的经费 针对这个部分去做一个维修跟改运 相信可以带给我们不管是球迷 还有我们的球队的队员都有耳目一心的感觉 去年中华职棒在新竹市开打 吸引许多球迷入场观赛 一整年共有七场比赛 高达五万多名的球迷进场 平均每场有七千多名 平均人数比外线市的许多球场还要高 也因此新竹市政府积极争取更多的职棒比赛 满足新竹市的棒球球迷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